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布施包括一切 布施里面有三大类 第一个是财布施 财里面有内财有外财 外财我们身外主 布施就是放下 就是写 你要能写 也就是说老实话 布施就是没有执着 我对身外之物心里头不执着 没有牵挂 什么是内财呢 内财是身体 内财怎么不失呢 譬如佛堂今天有事 许多同修发行来做义工 做义工帮忙做私 内财布施 我出力啊 这个力不是外财的 不是我的金钱 你出力是内财布施 你帮忙策划 再用头脑也是内财布施 所以上布施 不诸 不诸 不识之相 能写 这个都说于财布施 第二种呢 法布施 凡是属于智慧 而既能的都是属于法 都是属于法 暴露万象 不一定指的是佛法 所有一切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 第三种叫无微不失 无微不失 保障一切众生安全 这是属于无微不失 国家对老百姓有什么功德呢 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国家的功德 国家对国民无微不失 侯宽里面也有财阀布施 但是无微不失是最重要的 所以三种布施就包括所有的行法 这个行为 菩萨修六度万恨 也就是菩萨的行门真的是无量不别 就在这个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哪能说得尽 菩萨修六度 佛把无量的行法归纳为六大类 这个六度啊 这个六度啊就是无量无便的行法的归纳 六大类 虽然说六大类 所以说再讲 一个布施全都包括了 为什么呢? 实际 忍辱 在布施里就属于无微布施 注意下来看 无微是非 叫别人心里得到安全感 没有恐怖 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现在一般社会风气很不好 新加坡比较起来是最好的 很难等 社会治安相当之好 尼长在外面旅行最怕的是 我们钱财路白 那就怕人来抢劫了 你是一个持戒的 我钱再多你看到 不要紧 他不偷盗 他持不偷盗戒 不要说我钱财不得看到 我放在这里不动 人走远 他也不会拿 他不偷盗 持戒叫人心里得到安全感 所以持戒是无微不实 愿辱也是无微不实 平常交集应酬 喜欢说话的 开开玩笑 说的人无心 听的人有意 要麻烦他 引起很多误会 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 修忍辱波罗比 没关系 我说话得罪他 他不会报复 他不会介意 他忍辱吧 这教人的安全感 所以说有无微不实 后面 精进禅定薄弱了 法不实 那由此可知 六波罗比 一个不实包括 六度包括一切的菩萨行门 不实包括六度 岂不是不实 不实该一切法 包括一切法 说一个就够了 金刚经上不实说的都我 不实偏重在不实上 是用它来代表一切法 一切法要醒不要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要醒 换一句话说 要做出来 这是在前面说了很多遍 佛菩萨做什么呢 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大持大悟的榜样 那我们学佛呢 也要学佛这一招 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切众生 大扯大物的好玩样 好样子 这个叫做学佛啊 无论你是哪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都一样 就在你自己本分之中 做出一个好样子来 这个好样子是与彻底觉悟相应 这也叫做学佛啊 佛是这个学法的啊 如果我们表现的还是分别 还是妄想 还是执着 你就是把大臣经说的天花乱坠 也与佛法不相干啊 不是佛法 这我们要懂得 这我们要懂得